河床上白色青航机还在烧消防赶紧灭火 屏东县岩浦乡6号傍晚发生青航机坠机意外 青航机支离破碎 机上父子两人被烧成交尸 明显死亡 家属接到消息到现场痛哭失声 根据了解6号傍晚5点10分 父子两从赛家接好青航机飞行场起飞 5点48分民众通报消防 在爱聊溪河床疑似有青航机事故 6点赶到现场父子两被烧成交尸 仅飞行38分钟距离机场约1.2公里 就坠机双亡 主性父子两爸爸61岁很喜欢飞行 以前曾报考过空军 是中华航空协会成员 有轻航机教练证照 飞行资历域30年资历相当丰富 儿子24岁也已经飞行过多次 当天遇到什么状况 父子两谁开飞机还有待理清 只要有活动就他都会去那边看看 驾驶经验丰富 加上当时气流稳定为何会失事 检察官与飞安会人员已到场调查 要找出坠机原因 记者张春华屏东采访报道